自從刑法實施之後 每一間公司都在煩惱加班費要大幅的增加 可是為什麼沒有聽說台鐵局對於加班費這個地方有煩惱 我們台鐵現場輪值班長年處在高度血汗長工時 這種勞動條件的惡劣環境中無止境地在輪班工作 人力嚴重除缺 員工不足 沒有正常的實質休假 長期處在身心過勞的狀態無法改善 就是要告訴鐵路局說 你新的班表其實是換湯不換藥的 那你甚至這個一例一休 在你這個實施的狀況下 我們是沒錢又沒修的 這種欺騙的謊言 員工已經不能再接受 那這次我們號召更多的員工來參與依法休假 修理要完整 修理要完整 班表要人性 班表要人性 即肯要同意 即神要同意 變形才可行 變形才可行 即肯要同意 即神要同意 那今天為什麼我們選在1月1號特別來開這個記者會呢 就是要告訴鐵路局說 你新的班表其實是換湯不換藥的 那你甚至這個一例一休 在你這個實施的狀況下 我們是沒錢又沒修的 政府推出了一例一休的方案 要體恤勞工 可是鐵路局哪有這麼多人力呢 這真是傷透腦筋啊 把他們修班當作例假日 修班也是休息日 這樣就好啦 這樣子工時不便 我的加班費還省了下來 欸嘿嘿嘿嘿嘿 來吧 欸老闆 我去年8月就跟你講過了 這個日夜休 今天開始就不能這樣加了 我要的是要有一個完整休息日跟 立假日的湯 你再幫我換一碗 啊要一粒休是吧 啊啊簡單啊 要不就喝 要不就不要做嘛 怎麼還是一樣累 我的維他命呢 我的高血壓的藥呢 還是很累啊 哎就跟你講一粒一休都給你了嘛 你如果不高興你可以換別家啊 欸嘿嘿嘿嘿 我根本是民間企業的典範啊 去年產業公會在9月6號正式成立之後 我們連續抗爭了四五個月 那在9月的時候鐵路局就承諾說 我們要朝兩輪一地的方向去演你 我們要在三個月之內 開一個什麼工時改善的小組 然後我們要去改善我們的班表 改善我們的人力 可是一直到現在 我們看到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改變的 就在12月的時候呢 我們的幹部跟會員就拿到了1月的班表 依然跟以前一樣是日夜休 完全沒有任何的改變 他還是一樣每天都出現在車站 那甚至因應這個一粒一休的新法上路之後呢 其實也是沒有任何的改善 他甚至指定說我們的休息日呢 就是我們的休班 我們的例假日也是我們的休班 所以沒有問題 然後他同時也在逃避我們的加班費 還有超時工作的問題 原本我們估算一粒休之後 台鐵局每個員工輪三半的員工 每個月至少要加發6000塊以上的加班費 可是台鐵局他們乾坤大挪移 他們把我們加班費變不見 而且還減少了將近了5000塊以上的加班費 第一台鐵局將我們的工時裡面的休息時間 擅自延長把我們的休息時間拉長 原本的勞行法規定說4小時休息30分鐘 台鐵局在我們12個小時的班制裡面 把它拉長成1.5個小時2.2個小時 把這些虛假的休息時間給拉長出來 這樣子規避掉我們工時過長的問題 我想問我們的員工 休息時間你沒有在休息嗎 休息時間行調可以關掉嗎 休息時間要不要待命 休息時間有事情要不要出來處理 休息時間可以睡覺嗎 一整天的上班下來沒有時間可以休息 你連0.5個小時都擠不出來了 何況是2.2個小時 難道我們要按照他跟我們說的休息時間 是完整自主的時間不受雇主支配 然後我們就什麼都不管 行調關掉電話亮掉 我們現在正在休息 不好意思旅客現在是休息時間 所以我們終止我們的售票服務 或是說現在車子車站沒有人能夠服務 因為我在休息時間 這樣子的鐵路這樣子的運輸 難道會有足夠的安全去保護我的旅客嗎 他有跟我講說休息時間是完整自主的時間 可是後面有一個但書 講說一旦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雇主可隨時終止你的休息時間 要你回來等 要你回來待命做事 請問一下這樣子真正的休息時間嗎 這根本就是待命的時間 第二我們班跟班之間 因為鐵路局實施變形公時 所以原本班跟班之間有一個空班的時間 鐵路局既然擅自將這個空班的時間 當作是我們的休息日 這樣子的話 我們原本日月休全天無休 能夠拿 然後他還補償給我們周六的部分加班費 卻因為他指定我們的那一天班跟班之間的空班 作為休息日 於是我們那天的加班費就不見了 鐵路局這樣乾坤大努力 原本一粒一休之後 每個人要增加六千塊以上的加班費 卻變成每個人 反而要減少五千塊以上的加班費 這樣子合理嗎 變形公時這件事情 是要經過基層同意的 而且我們產業公會認為 如果你要實施變形公時 必須要經過跟我們產業公會協商 產業公會同意才可行 一粒一休實施之後 我們的公時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日夜休 一個月還是一樣做240個小時 可是我們的加班費減少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休息時間拉長 以及他把休息日 再把空班變成了休息日 這種政府 這種帶領自己旗下最大的企業 台灣鐵路管理局 帶頭壓榨勞工的政府 我們感到非常的可使 我們感到非常的沒有榮譽感 就是因為有這種政府 就是因為有這種長官 導致我們鐵路局過勞的情形沒有改善 甚至還影響了我們應得的加班費 首先我的感謝就是 今天從全國各地趕上來參加的這個代表們 有從花蓮來的 有從高雄、台南、潮州、台中各地 趕來的代表們 大家其實昨天晚上都還在為了跨年夜而值班 連我也是 從昨天晚上7點半到早上7點半 我們幾乎都沒有關門 為什麼呢 為了輸運旅客 當旅客問我們說 還有車嗎 那你們開到幾點的時候 我們的回答都是什麼 有啊有車 我們開一整晚 中秋節的時候碰到颱風架 我們一樣為了輸運旅客 我們決定終止依法休假的行動 那個時候 陸局長一直拖到了 一週前才找我們去談 我們三個人 我跟周凱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 艾伯喬 也是我們進去跟他談 陸局長他承諾我們三個月會改善輪班 對開輪班公司改進小組 希望我們可以終止休假 可是現在完全就是換湯不換藥的一個 輪班模式繼續的維持下去 就是這種欺騙的謊言 員工已經不能再接受 那這次我們號召更多的員工來參與依法休假 公務人員 機務人員 檢修斷人員 大家都是人力不足的狀況下 陸局只給了你們三千的危險津貼來摸你們的頭 你們願意這樣嗎 還是一起加入產業工會 大家一起就投出依法休假連鎖書 我們一次給他休下去